咱们一路南下 我看娘娘最喜欢的还是杭州 从小欣欣念念杭州自然喜欢 杭州是好 可这地方叫孤山怪不好听的 荣平娘娘有所不知 杭州有句话叫孤山不谷断桥不断 断桥不断 肝肠断 孤山不孤 君心骨 娘娘 别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想起那时候本宫刚当皇后 随着皇上来杭州南巡 如平常夫妻一般闲挂 这想起来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记得娘娘曾与我说过 皇上是您的少年老 嗯 可如今怎么就变了 情分总是会变的 只不过有些人的情变得更深了 有些人的情分变淡了 陈妾见过皇上 禁品啊 朕叫李渔去唤你过来 怎么拖延了半日啊 臣妾与皇后娘娘在孤山赏梅 皇上也是知道的 皇后的心情可还好啊 既然皇上这么在意皇后娘娘 不如自己去问她 何必拐着弯地来问臣妾 容品 你能不能像个嫔妃的样子 和朕说话呀 皇上喜欢那样 找令贵妃不就得了 听说皇上和皇后娘娘曾共下江南 曾如贫民夫妻般巧妆出游 那样的情分如何就变了 皇后告诉你的 可皇后她 皇上是想说凌云彻那件事情吗 您真的相信吗 再者 凌云彻误了皇后清玉 已经被处死 皇上非要一避在臣妾这儿问着皇后 又一避与皇后娘娘怄气 容品 你别仗着朕宠爱你 就如此的不知收敛 皇上三宫六院 每到一处 自然有各地官员奉上歌女舞姬 皇上若觉得臣妾真的放肆 自有人巴结哄着你 臣妾告退 皇上 这些女子都是地方官员 精心挑选的 其中几个令贵妃娘娘过目了 也觉得甚好 皇上一个也没瞧上 一个女子啊 在宫里 规格里待久了 就会被规矩束缚着 变得呆板无趣 即便是朕所待的那些嫔妃 莫不如是 皇上真的动了这般心思 是个男人哪个没有这样的心思 皇上系不翻嫔妃们的牌子 也看不上官员们送来的女子 是得给皇上找个大乐子了 这事啊 若是被太后和皇后知道了 皇上随愿 自然会明白您的好复 念着您的体贴 而且这种事 这儿 皇上自个儿都得五言似的 怎么会走入风声 谁也想不到 是您安排的呀 这样的女子出身下戒 皇上一时欢喜未必会带进宫 就算换个身份带回去 也不会威胁本宫的位置 令主聪慧 对 谁能得皇上一室恩宠呢 不过都是一时兴起罢了 人 你得亲自挑选 一 得是不曾侍奉过人的 二 得让皇上知道 是本宫的好意 可懂了 能在明的 是否有时候 全部都打案了 歧阳 これは 是否也不会有意 是否有意 不是 有意 放在那边 你能活热 你病人 我能活着 我能活着 到处于 让你们均心 如何 我在任何事 顺乎的月色是美 但夜夜如此 也无甚兴起 是 这光肝月色 是没什么兴起 皇上且稍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主的吩咐着实高明 奴才依着选的水玲珑姑娘表现果然不错 很美吗 美是美 更要紧的是去之 不过谁也不能和令主您比呀 您是天仙 他顶天了算是个艳妖 秦楼厨馆里出来的花色 能算什么 侨领主的手多百能 这么好看的手 这么妙丽的人 皇上偏偏不联系 有个奴才样 是是是 奴才是说呀 村野俗女登不上台面 但盛在心下 皇上没见过呀 否则呀 皇上能不联系您吗 水玲珑一个人 能让皇上高兴吗 多安排几个人进来 是 你 父亲有一天 好凤凹渔去 乃与父母自己冷写梦 皇上要是听累了就歇一歇吧 要不去各位主那儿走走 皇后与朕尴尬 荣品冷淡 其他人一脸讨好线味 像是没骨头似的 朕谁都不想见 那 晚上水姑娘会过来 极好 这个女圈说的书啊 朕也听腻了 赏伺后让她出宫吧 喳 你安排水玲珑的事情 皇后知道吗 请皇上放心 这事奴才我都不知道 另外奴才我不敢鞠躬 这一切都是令贵妃娘娘的苦心 是娘娘安排的人 好得很 皇上 显 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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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